大家好,我是蔡師傅 今天呢,我們要來教大家學小貓跟小狗的叫聲 你要學對方之前呢,你就要學對方的動作 如果你要學貓叫,那就要學著他一起那個動作 然後,聽我叫一次吧 喵喵喵 喵喵 那如果你是學小狗的話 小狗他在發聲的時候,你看他是嘴巴閉起來了 所以他的發音呢,是從鼻子出來的 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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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那 呃,現在我要來開始教,先從 好,從小貓開始好了 你在叫的時候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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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小狗的話比較難一點 它是要從鼻子跟嘴巴那之間震動 那震動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出 類似這種聲音 然後讓這種聲音呢 震動震動 就會類似像小狗 那你就把你的聲音一直修飾 修飾到跟它一樣 嗯 那這個也不是很簡單 我相信大家 應該不是很容易學會啦 好 那就到這邊吧